我今天来讲一讲这个什么接力赛马换马 期望指引马的速度换股 赚钱要的是速度 我今天来讲一讲这个 mine side sharing 这是比较 more of sport 的操作方式的一个哲理 我为什么会突然间讲这个 其实我是inspired by JG 我一直以来都讲JG的东西不错看的 虽然他是讲股票 可是他讲那些交易的心态啊 都是可以连贯了 so that 我昨天这个17小时前的 video 我已经看完了 而我从他这个视频里面 抽取其中一个部分来去跟你们讲这个mine side sharing 我觉得他做的这个比喻很不错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他拿完整的 video so that 他在他 video里面还讲了一个概念就是 他们讲换股也就是换标的 就是从一个coin转去另外一个coin 从一个股票转去一个股票 他讲你要把所有的股票当做一个 就是一个在赛马场里面赛马的那个马 so that 当我们看到后面有一只马 跑了很快的时候在追赶着我们 我们这只马已经开始没有力的时候 这样子我们要看了一件东西就是 是期望值 so that 对我的理解 他在讲那个期望值就是马的速度 已经看到这个马 他有潜力报道很高 就是期望值很高 而且现在他这只马在后面慢慢在提速 so that 当这个马在跟你 并行的时候你就要懂得 从这一只换去这一只 然后至于用什么来换呢 我之前 video也讲过了 用可能你在亏着的标的 或者是赚最少的标的啊来去换 这个是一种方式的 第二种方式就是你已经赚了很多 而且这一个标的 反正假设 gala bench 已经涨到很多倍了 可是他已经开始有放慢的迹象 或者是有一些顶部构造的形象 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你可以用已经赚很多的钱 转去这个期望值更高 因为现在这个已经慢下来 你要马已经可能累了 期望值可能你讲要翻倍吗 还有可能可是没有那么难 所以期望值跟马的速度 当你看到马已经开始起飞 他有更很爆炸性的成长 你就要懂得去换 是我一直讲要厚长单 然后要懂得爆赚 可是你同时也要知道 你此时此刻你持有的单人 这个期望值 你的这个马是不是累了 是不是速度已经不可能再提高 他或者他老了 所以你可以放少部分 放在这个蓝筹的这个 块上面给他继续发展 可是你可以选择是 你看到一个期望值更高 爆发性潜能更大的一个项目 来的时候 要懂得去换 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 赚钱不是要讲赚多少 可以赚钱是要赚速度的 所以你看看到一个马的速度 他真的是期望值更高 在追着来的时候 你要懂得去换 可以而不是一直抱着一个 空间爆到老 虽然我讲要把吃完他整个波段 可是当波段已经开始发力的时候 我们就要需要懂得换 而不是让这个 stubborn的这个一个想法 一直锁着我们 ok然后反正做不到爆赚的效果 我们讲的爆赚 是要持续性一致性的获利 要做恐怕要做负利的效应 那个爆赚 而不是在一档股票或者一档 空里面是他可以给你爆赚 赚5倍10倍 可是当他已经没有上涨的 一个溢价的空间的时候 你就要懂得去换 换另外一个可以继续让你 compound 复利的一个标的 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所以这个接力赛 这个mine set sharing 是这样子 要懂得在对的时间换吗 而且是像我讲的东西很炫 因为没有做case study 可是我会在VIP 慢慢去跟你们 就带你们了 ok 我会跟你们做sharing 我是怎样去换 这样子这些东西 不一定对 我也有可能提前下车 或者是下车太迟 可是我们要的是保持一致性的获利 也就是说只要我一直遵循我这个规则 我只要一直有参与在这些 有可能会爆发的这些项目的话 我的那个equity curve 我的那个资金曲线水平 就是一直可能稍微上上上 然后突然间爆 然后走走走走走 然后小亏 然后走走走 爆 所以我的整个曲线是慢慢在上的 ok 说的 这是我认为才是健康的一种投资方式 不需要否现货 for altcoin 可是我现在还在重新强调啊 如果你是刚刚新看我的频道 不要乱乱去买这些coin ok 因为你不懂你在买什么东西 请你先从Bitcoin Ethereum开始 所以想要开始想要去做交易啦 不懂怎样开单关单啊 要Bitcoin是什么 不懂的话 先去我的IGDM 我start crypto trading 我会删你12个免费的video playlist 你看完了 你懂Bitcoin是什么一回事 什么是交易 什么是期货 懂什么是杠杆的原理 你才来给我玩这种 altcoin 不然你会死的很快 因为这些 altcoin 我们的前面 还有一个主要的 很重要的一个机器在跑的 就是我们的 Leverage trading 就是我们的期货交易 期货交易 杠杆交易不要认为说 就是百倍杠杆 就是赌徒 没有 期货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 他给你100倍杠杆的 你去你的银行买物质的时候 他只给你10倍杠杆 因为你可以借90%的loan 所以给你100倍杠杆 其实还已经把你当成有钱人了 所以如果你是有钱人的话 你就要用有钱人的思维来 去进这期货 而不是用那些小白啊 进去就要塞浪 我要翻百倍 然后杠杆用50 25倍 这样子你要肯定死肯定报场 OK肯定亏到血本无归 所以请你们不要断掌取义 也不要先入为主 先好好看我的videos 不然懂我的人是我的人 社群的人 看到你们这也在下面乱喷 其实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说今天简单视频到这里 这里是安生大的troubler 做主过客 我们明天的影片再见 Peace out Bye By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生要靠自己走 活着得开的情统 想要得到人生胜利 坚持不放弃 泪花前进 拥有坚硬的心 感谢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